Miradio在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还有选举的吗 话说昨天即是9月12日 是澳门立法会选举 官方公布的投票率是43.28% 低于上届的57.22% 赤媒即是亲共的媒体 香港01的报道标题 就是这样的 水蛇春那么长 澳门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大跌 对香港的启示 学者 不能选举 跌得更多 简直是废话 澳门的所谓选举 到今时今日的环境 都还有四成投票率 那么多澳门朋友浪费时间 做了那么无谓的事 我说已经是超高的了 为什么要将今届的选举和上届举 两件事根本就不同性质 就好像将橙和苹果比较 至于说对香港的启示就更加是多余 华之你澳门今届选举投票率去到百分之一百 香港人都 I don't care 让你选到进去又如何 随时可以DQ你 一个不幸 还有偶突上任以来的人工出来 随时都会破产 我这篇敏标题讲的选举荒谬剧不是讲澳门 而是讲香港 选举委员会在未来的这个礼拜日就会产生的了 但是那个结果就已经早就写了在墙上 也都不关香港市民事 但是一众奴才收到主旨指令 要抛头露面去摆街站做大龙凤 这样才好笑 昨天在街站第二天 已经自动成为社福界选委的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就现身在石塘咀街市派全单 有位婆婆接过全单之后问陈志思 没人名的 这位行政会议召集人和婆婆解释 一般市民 除非他是界别的选民 下个星期都不用参与的 没得参与 你派一张传单给我托吗 幸好婆婆 没跟着问 什么是界别选民 什么是选举委员会 否则这个场面就更加尴尬 整件事就像童话的国王的新衣 婆婆保持童心 指出虚伪 不止得我们 这么cynical 问都免得 陈志思在场又被人问到 教协支联会都快要解散 那怎么办 他就说对此感到可惜 但是强调团体不可违反国家主权的红线 主保安局基于国家安全为由 建议特首和行会引用公司条例 剔除支联会的公司注册 陈志思就说 自己不太熟悉这条法例 所以不作评论 陈志思说话 就不像其他奴才那样杀气腾腾 但是这种回答 对他的形象都没有帮助 反而突显他的虚伪 他说 往后会见到大家生活如常 国际组织仍可以在香港运作 一间经过正规手组注册的公司 政府可以说 ban就ban 无得司法覆核 怎会还是生活如常呢 请问 陈志思出身银行世家 泰国盘谷银行是他的组业 说自己不认识公司条例 找鬼讯吗 哎呀 现在都摇烂了 面 还扮什么温和派呀 中秋就来到 但是香港现在仍然好像盛夏那么热 昨天直接热到好像一个火炉那样 除了陈志思 一众地产财罚 包括恒地的李嘉诚 信和的黄志祥 新鸿基的郭基辉 全部都书专降贵 虽然已经自动当选了 大热天时 还要穿着一套老西 笑面迎人 学人下街派弹仗 真是担心他们会中暑 如果不是有最高指示 这帮财罚 怎会一副这样的奴才相呢 共产党玩资本家的确是有一手 都是成哥好东西 不愧是超人 晨早出货 不用跟你这帮人 做猴子气 末代港督肥棒讲过 共产党搞的选举 是要预知结果的 三岁孩童都知道 能够自动当选 预知结果的就不是选举了 而是阴点 对于阴点 我连评论的兴趣都没有 但是看见这些奴才的奴才 要在这合演一场 选举荒谬剧 做丑角 我只能够耻笑 他们一帮可怜虫 多谢各位 收看收听 和分享本节目 请付费支持 颠狗日报 多谢大家 请付费支持 别订阅 杨广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